上一期的追光笔记呢 咱们一起去拍摄了这么一组包围曝光的照片 今天呢就来演示一下 如何在后期去处理这种素材 包围曝光呢 其实和您看到的HDR啊 是一个东西 前期拍摄的技术呢 咱们叫它包围曝光 指的是分别拍摄几张不同曝光亮度的照片 而这个HDR呢 高动态范围的图像 它的意思呢 是指比普通成像拥有更大曝光范围的照片 所以啊 这个HDR指的是一个成品 也就是说 它已经通过了后期技术 将咱们拍摄的照片 或者视频的图像 合成在一起 成为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今天呢 我就来演示一下使用 Adobe Lightroom Classic 在后期如何去合成这些照片操作方法呢 超级的简单 这张照片呢 就是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 大家看到的最终的成片 我当时拍摄的是三张的包围曝光 这张呢 是欠爆的 为了保留天空的一些细节 也可以看到云层当中 这些非常非常亮的位置呢 都可以看到细节了 在合成之前呢 我们也可以让它恢复更多的细节 以保持一个最好的合成效果 第二张呢 是一个标准曝光 也就是说 如果咱们只拍摄一张照片的话 相机呢 就会拍成这个样子 高光呢 非常的亮 看不到细节 而暗部呢 其实还好 但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我呢 还是选择拍摄了包围曝光 第三张呢 是一张过曝的照片 为了保留暗部的细节 也就是说 在标准曝光的这张照片当中 完全看不到细节的位置 比如说 您看这个窗户 里边是完全黑的 但是在第三张照片当中呢 就可以看到一些里面的细节了 所以在合成之后呢 我们是可以获得这些 非常暗的位置的细节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合成 这三张照片 点击第一张照片 然后按下Shift 把这三张啊 全都给选上 然后点击鼠标的右键 也就是Mac电脑上的 Ctrl加上鼠标键 这样呢 就会出现一个菜单 选择菜单里的照片合并 然后里边的第一个HDR 点击之后呢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对话框 读取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会显示一个最终的结果了 这个读取的速度呢 取决于咱们电脑的处理速度 这个呢 就是它处理的最终效果了 天空的云层的细节呢 保留了 这些阴影处呢 也获得了一些恢复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右侧呀 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是自动对齐 这个如果您是使用过Photoshop的话 会非常熟悉这个功能 我们在处理多张照片合并的时候 或者是对战的时候 都会有这么一个自动对齐的处理 这样呢 软件就会把我们拍摄 这三张照片啊 做一个自动的对齐处理 那如果像我说的 您没有使用三角架 而是手持拍摄三张 每张之间呢 有微小的相机移动的话 那么在这里边就更要选择自动对齐了 下面这个自动设置呢 可选可不选 如果不选的话呢 它就不会在基本面板当中 做这个自动的图像处理了 那么我们到时候自己点这个自动 去进行调色处理就好了 但是一般如果是快速的话 我们就点击一个自动设置 下面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选项 叫做围影消除量 什么是围影消除量呢 也就是说在我们拍摄这三张照片过程当中啊 天空的云是会移动的 或者是水面的这些船是被移动的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了下面的低中高三个 它都会进行一个自动的堆叠处理 让这些云层的移动显得更为自然 像我说的 如果是白天这个光线足够亮的时候啊 咱们这三张或者是几张照片啊 它中间的这个快门速度呢 会非常的接近 而且快门速度都比较的偏快 所以云层的移动范围是非常小的 所以您看即便是我选择了围影消除量 但是在我的照片里边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 这三张照片呢 是我当时拍摄的三张长曝光的包围曝光 我们使用同样的合并方法 在这张案例当中 这个围影消除叠加的效果呀就出来了 您看我勾选这个显示围影消除叠加之后呢 照片当中红色的部分 就是它指的围影消除 比如说前面的人群 还有天空的云 都是在大范围移动的 那当三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一种重叠 所以看起来有那么一点鬼影的效果 您看如果我把这个围影消除给去掉的话 您看天空这个云的部分 就会出现这样生硬的断层 那么就说明这样的过渡呢 是太过于生硬了 所以一定要增加围影消除量 如果选择低的话呢 它可能效果不会特别的明显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会是什么样子 当选择低的时候 可以看到天空的云 以及这个人 看上去都会有那么一点奇怪 比如说有的腿留下了 但是上半身没留下 就会出现感觉像是鬼影的东西 之所以它这个玻璃上 在我选择中和高的时候 也出现了围影 是因为这些玻璃它反射的是天空的云 所以呢 同样有可能会出现鬼影 当我选择高的时候 我感觉跟这个中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我们点击这个显示围影消除 您可以看到 它消除的范围是如此的大 而中呢 它其实只是这一部分 所以这个围影消除量去如何选择呢 首先系统帮我们判断的 一般来讲效果都还不错 而且随着Lighton软件版本的更新 它的技术的完善 那么系统自动判断的结果 就会越来越好 但是我仍然会推荐大家 去尝试低中高三个档 看看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您呢 选择一个自己更满意的效果 像这个案例当中呢 我就跟着系统去选择中吧 最后一个选项 创建堆叠 如果勾选这个选项 它在合并之后 就会把之前的三张照片 以及最终的这张照片呢 堆叠成一个 所以如果您拍摄了很多张照片 想让界面变得更整洁 让这一组照片最终 只显示一个它合并的结果 那么就勾选这个 创建堆叠 那如果不勾选的话 您看之前的三张照片 和最终的合并效果 仍然会按照之前的顺序 四张照片分别排列在这里边 所以创建堆叠会对您在照片管理方面呢 有一个更好的帮助 像我这张照片 其实没有做过多的处理 您可以看到 在我这里边 色调曲线完全没有用 HSL其实也完全没有调色 颜色分级一样没动 所以其实我只调整了 基本色调这里边的白平衡色调 以及它的这个鲜艳度纹理 就可以从这样一张照片 到达这样一张照片 这也就是我在城市行者 第九节这个课程当中 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 其实在Lightroom当中的调色处理 可以实现只用基本面板 就可以调出一张非常自然 并且和原片看起来非常不一样的照片 不需要过多的去处理 如果您想要对这样的简单调色 有一个更详细的了解 欢迎关注城市行者 实战课程的第九集 无论是什么样的数码相机 它的曝光宽容度都会存在一个极限 而大栓当中的光线 以及人造光源的亮度 往往会超出相机的极限 例如我上次秋天红夜那次旅行 白天在山谷当中拍摄 天空的亮度和树林里的阴影曝光 相差非常的大 如果我去按照天空曝光 通过后期提高阴影部分 那么就会发现阴影的噪点 就会变得非常多 而拍摄天空与阴影的中间值 那么就会让天空的高光部分 过曝缺少细节 在后期也无法被修复 所以无论任何时候 只要您遇到无法通过一张照片 同时保留高光和阴影两个部分 那么就要考虑一下 使用包围曝光的拍摄方法 后期呢 再通过今天的这个方法 去合成最终的成片 包围曝光的拍摄呢 需要注意这么一个小细节 那就是尽量保持 这几张照片的一致性 不要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移动相机 这可能会导致后期的合成失败 所以使用三角架来拍摄呢 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但是呢 不是必须一定要有 因为在日光下 快门速度足够快的时候 这几张曝光拍摄的速度呢 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它的移动范围呢 会非常的微小 但是为了确保效果足够的好 您呢可以倚靠在栏杆 或者是把相机啊 放在一个固定的物体上 来增加稳定性 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晚无一失了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堂 我是艾丽 在这个频道呢 我会分享一些我日常拍摄的经历 以及摄影的技巧 和后期的操作方法 欢迎喜欢旅行和城市风光的小伙伴们 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